热水箱贺岗村贺东路是每年幼花季路跑的主要路线 但是老旧的农路路面多处军裂 路旁的排水护栏设施不佳 危及用路人的安全 县长徐中卫上午会同地方进行会刊 加强改善幼花季的安全 每年3月热水箱文丹幼花季见走路跑 堪称是花莲开春第一炮农业休闲产销活动盛事 而以这一条贺东路为主要活动路线的农路老旧安全堪律 县长徐中卫今天上午会同了相待会主席陈辽安 河岗村长于兴德 农会总干事黄胜黄等人亲自到场会刊 贺东路不仅是活动路线 更是农民每天进出交通的要道 但是路面多处军列陷落 道路排水部分转弯爬升或山沟路段 缺乏护栏设施 在在都危及到用路人的安全 县长许正卫高度重视仔细会刊 足以讨论改善方法 要加强改善又花季道路环境的安全 坚固性都够 就是说日后的维护 在那时代人刚好却掉了 除此之外 县长许正卫也随同县议员 哈尼卡造午后村长杨明玲 巡视会刊马力云部落农路改善工程 希望为在地农民建构一个安全的农产交通设施环境 记者是玉兰瑞瑟采访报导 效尸 效尸